斯里蘭凱已經陷入了 一個嚴重的經濟危機 正在外匯的部分也是重創 那在西方當然是對俄羅斯 祭出一連串的經濟制裁 但是普丁當然也不是省油燈 所以現在他也提出了 他說4月1號開始 歐洲如果你要買天然氣 你要用蘆布來買 否則我就... 你就會面臨到斷氣 不過之後克林文工改口說 不會馬上切斷 不會馬上切斷對天然氣的輸出 4月1號之後的天然氣 將會在下半月跟5月來支付款項 那麼德國就示警了 說如果中斷俄國天然氣的供應 德國會是陷入二戰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石教授 所以我們講說 斯里蘭凱大概差不多是 我們看到的2、30年以前的 柬埔寨或者是遼國 你知道一開始我們就是說 有一些台商要先到越南探路 然後接著就是往旁邊 所以你就是一天到晚在停電 限電 但是現在不是講 現在是這樣 德國 對 你美國可以 第一個是要如何運送過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價格這個問題 問題就在這裡就是說 以前到底要怎麼買 因為你現在 你要跟我買對不對 你要我用歐元 用美金 你現在說不可以 我當然說我就用蘆布 你要去國際市場去買蘆布 我們講一下 以前我們知道國際上就是用英鎊 英鎊地軌已經衰退了以後 用美金 那美金 尼克森的時候又不認帳 那怎麼辦 誰說了就算 大哥又不像太大哥 我要提一下 大家一直講印度的部分 我稍微補充一下這個部分 印度其實他們在獨立以後 基本上就是走不結盟的 OK 那因為他跟大陸在卡斯米亞 跟巴基斯坦這邊有恩怨 所以大陸是只支持巴基斯坦 所以蘇聯就支持印度 因為美國要結合大陸來對抗蘇聯 所以美國又跟印度不好 所以其實就是人家大人帶 然後中學生 然後小朋友 我們是小朋友就在那邊玩 然後我們跟人家搖旗納 是完全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其實我們在念外交裡面 一個經典的就是說 甘地夫人的時候 罵尼克森罵得特別兇 尼克森是耿耿以懷 你知道我們的老師又會講說 或者是印度的朋友都會講說 你要做遮瑕看遮瑕 我們在內部要改選 當然要找一個人來罵對不對 來鞭視一下子 尼克森生氣什麼 你知道美國人在臨爛 也拉不下那個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印度是目前講是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有時候人口最多 其實我為什麼要靠向哪一邊 哪邊對我好 我就靠哪一邊 所以我意思是說 那種過去超強的 那樣子的三強或兩強 那個已經過去了 今天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 其實也都不佔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 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 就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